你想改變你的命運嗎? 人際溝通專家戴爾·卡內基曾說 每個人事業上的成功 有15%是基於技術和知識 而剩下的85%都有賴於人際的建構 而要改變你的人際關係 關鍵就在於你說的話 你的言語決定你的命運 獨代本書書名說 請 對不起 謝謝 他說道 你每天的慣用語 是你自我實現的預言 生活要變好或變壞 要祝福他人或詛咒他人 都在你的口中 會因著你的表達而實現 因此能夠轉變你人生的原子習慣 而這三個咒語分別就是 請 對不起 謝謝 這三個詞能夠滾動出神奇的人際效應 也能夠幫助你培養同理心 提升智力 超越自我挫敗感的恐懼和挫折 多多運用這些詞語 跟他人或自己對話 將使人生帶來重大的翻轉與改變 當你常常說請 將提升他人在你心中的地位 更看見對方的優點 當你常常說對不起 真誠道歉 將有助於修復原本破損的關係 當你常常說謝謝 在每件小事上 因此你的感恩表達 將連結你的人際 阿因斯坦曾說過 生活態度只有兩種 分別是 世上沒有奇蹟 以及 凡事都是奇蹟 這三個關鍵字 請 對不起 謝謝 看似平凡 但卻能幫助你走出低谷 與他人建立共好的人生 我是閱讀人 也謝謝你加入我們當中 你先看見 你先看見 好 我會記得 感谢观看